在这个单位我们要讲的是Excel函数应用 如何用函数做均匀随机分组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就像这样子 假设我现在有要分成两组 共有14个员工 那等于每一组要分7个人 那怎么样分能够刚好每一组都分到7个人 那我们来看范例这边说明 一般以前我们用的方法就是什么 等号Index瓜糊 我的范围A组到B组有没有 按F4把它锁起来 到点RAMBETWEEN 有没有land between 少一个字不好意思 这里特别注意到的 左括号1跟2 我们以往是用这种方式做的 那这种方式做会有个问题点发生 当你往下复制的时候 注意到我们来看A组有几个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它只有六个反而B组会有一个两个三个 四五六七八个 那这样分的原因就是干嘛 因为你只有1跟2 你并不知道1或者2会出现多少次 所以有可能会干嘛很偏啊三个对几个 十一个有可能是干嘛七对七 也可能六对八都有可能 所以这样做法是有问题的 那最好方法是什么呢 最好方法是说我们在旁边这边用乱数 RAMD 先让它产生一个乱数 注意到RAMD是产生乱数呢 是0到1之间的乱数 而且呢不会重复 注意到这个值不会重复的 然后咧在主别这个地方有没有 我们透过这个乱数咧干嘛 我们来去做什么隔壁的哈 我们依照什么这边的成绩哈 这希二的资料哈 所以我要在希二做什么事情呢 用他的名次 在我们怎样希二在整个范围里面的名次哈 他是排在第几名 有没有 然后咧我们抓他的名次以后干嘛 注意到一件事情哈 我要跟你讲一下在这里哈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reference没有哈 因为我要先把它取消掉 让你看得清楚哈 不然会有问题 他是第14名有没有 第几名有没有 然后这时候我们注意到 因为你这是乱数随时在变 所以我们最好方法是干嘛 先把它复制贴上值 那这样就不会变了哈 那这样就不会变了哈 不会变以后注意到这边有数字出来哈 1到多少14嘛 然后我们把这里面的这1到14呢 再透过什么NOD这个函数 把它除以几呢 除以2 除以2的以后的值呢 余数会有多少 余数可能会有1或者0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要1跟2嘛 所以我要加1 把它的余数加1 让它分到看似属于第几组哈 第一组的还是第二组的 有没有 注意到咯 1234567 1234567 它都不会超过 刚刚好干嘛 各7个就各一半 因为它有双数嘛 我们最好我们的人是双数的 所以它会各一半 然后再来 你要让它出现组别 所以我们干嘛 前面再加一个 index 刮虎 index 刮虎什么呢 我们的范围哈 A组跟B组的范围 按F4 然后再逗点 有没有 这个范围里面 根据它的余数 我们来干嘛 算它是在第几个 第几组 OK Enter 它就跟你讲 它是1的话就A组 2的话就B组 有没有 那这样出来结果就干嘛 2 2组各有7个人 各有7个人 所以非常好用 那万一加说 有人说那老师 万一我有第三组 我有一个什么 C组 有没有 那这时候一样 C组请问一下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C组的结果 我把COVID格式过来给你讲一下 假设你有C组的时候 这边我们就要改成什么呢 注意到乱数里面 这里就要变成除以3了 除以3 除以3 然后你的范围呢 要到G4了 有没有 要到G4了 那就会干嘛 往下移 就会看到A组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有没有 B组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有没有 五个 C组呢 一二三四五 有没有 C组有五个 所以他这个基本上来讲 你就要看到怎么样 A组四个 B组跟C组都是几个 五个 有没有 那万家说你这个编号里面又干嘛 不小心又给我加一个人 食物 给他加一个叫成龙 有没有 好 然后可能是0点 比如说我们随便再给他一个数字好了 9好 0.999 对不对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情这边就干嘛 他跟全部比的时候注意到他只有到第几列 第四五列 所以你这边的重新排要排到第几 第十六列了 有没有 然后再点两下 有没有 他就出来了 这里面就会看到的结果 有没有看到 B组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A组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C组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有没有总共15个人 这样就出来了结果 所以不管你几组有没有 都可以做 一定要加一个乱数 然后最后呢 我们把它干嘛隐藏 那这样来讲 我报表就刚刚好干嘛 分配出来每个人是在哪一组